沿着雪山山脉蜿蜒而上 起起伏伏翻过层层山岭 才能抵达海拔一千五百公尺 台湾最深山的原民部落 斯马库斯 这个泰雅部落地处高山森林 保留原始丰富的自然生态 又因扎根于基督信仰 使他被称为上帝的部落 然而在上帝的部落以前 因常年没有电力供应 也未建设对外道路 族人生活十分艰苦 纷纷迁移 使部落曾被视为黑暗部落 当时的头目 在我们晚上睡觉之前 就一直在思考说 也甚至告诉上帝说 主啊 我们的部落生活那么辛苦 到底怎么去带领我们的部落 那么头目说他在玩岛之后 轻而听到从上面的声音 直接进入到他的耳朵里面 告诉头目说 我是耶稣基督 他说我的左脚现在是 踏在拉拉山的土地上 他说不久的将来 那么我的右脚也会踏在 斯马克斯部落的土地上 当我的右脚踏在 斯马克斯部落的土地上 土地都会震动 人潮来看耶稣的脚印 我们是带这种可谓的心啊 因为一个部落自己要宣告 要说这是上帝的部落 这是一定要了解上帝的心意 从圣经的角度 我们好不由于说 这个部落是你创造你给的 那我们成为你的家人 成为你的孩子 那我们就宣告 这是上帝的国度 所以也是我们部落 未来的方向 上帝的部落不只是定调 也是斯马克斯对上帝的感念和宣告 近二十年来 他们成功发展旅游业 而信仰也变质其中 成为部落文化的一环 然而观光利益也带来冲突 为了化解纷争 部落根据圣经使徒行传所述 凡物公用 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建立全台唯一的共同经营制度 让我们尽心尽力尽力地 为部落来工作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将多给你 求主如我们同在 本名的书 祝耶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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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营制度以三大会为架构 所得平均分配 以集体力量推动部落发展 而在核心三大会中 教会是部落议会的要角 不仅是信仰中心 也是部落发展的领航 那教会是当然是很多人 我们忍不足的地方 而谈不来的就回到教会 上帝是最高的启示者 我们求神继续地帮助我们 走向永续的合作工程的发展 二十年前开始做部落发展 司马库斯从个人经营到集体经营 就是教会陪伴 所以司马库斯上帝部落 其实有人说是压力 确实没有做 但是也是一个指标 也是一个祝福 那司马库斯以后会变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因为信仰 因为教会的设立 我们相信 他的将来是可以预期的 还是继续蒙上帝的带领跟祝福 从黑暗中转变 族人们感念上帝扶持 努力延续祝福 用信念守望上帝的部落 司马库斯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帮助